护卫舰作为一种在舰队中干杂活的战斗舰艇 能执行包括反潜、巡逻、警戒、反舰在内的多种任务 是绝大多数国家海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近年来,为了应对更加复杂多样的海上需求 再加上很多国家冷战后期和本世纪初服役的护卫舰面临老龄化问题 全球各大海军强国掀起了一股打造新型护卫舰的风潮 前有英国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推出的26型护卫舰项目 后有荷兰与比利时启动的蔚蓝水面战斗舰项目 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无法忍受 长时间没有护卫舰的生活 转而向意大利分坎蒂尼抛出订单 打造FFGX星座级护卫舰 作为欧洲海上势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法国也不甘落于人后 他们在近年来推出的FDI型护卫舰 且该舰有望在今年春季服役 成为法国未来数十年里最主要的海上干预力量 今天火力军就来带大家盘点一下FDI护卫舰 要想对FDI护卫舰有更准确的认识 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法国海军不同水面作战舰艇的职能划分 在如今法国海军的作战序列中初开航母之外 所有的水面战斗舰艇都被称为护卫舰 不过法国海军的护卫舰一般被分为一级护卫舰和二级护卫舰 前者一般是吨位较大综合势力较强的作战舰艇 对应其他国家的驱逐舰和大型护卫舰 比如被其他国家认为是驱逐舰的地平线级 实际上属于法国海军的一级护卫舰 满载排水量超过6000吨 反潜防空对陆打击能力平衡的阿基坦机 也属于一级护卫舰 这些舰艇是法国海军要负责保护航母编队 在舰队决战中充当主力 而吨位更小综合性能更刺一切的中小型作战舰艇 则被定义为二级护卫舰 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轻型护卫舰 比如满载排水量3600多吨的拉斐特级 和满载排水量3000吨的花月级 都属于二级护卫舰 这些舰艇除了在舰队中承担巡逻警戒 和辅助作战的任务外 还要负责巡视干预法国的海外领地 和海上专属经济区的事务 要确保法国的军事力量 能在必要时投送到全球各地 毕竟法国的安全战略不仅服务于本土 还要兼顾太平洋 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各处海外领地 法国的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足足有1169万平方公里 这些海外领地与本土距离遥远 周边并没有太多军力强大的国家 因此只要续航足够 火力差一点的军舰也能执行任务 FDI项目在2013年被首次提出时 其定位是配合法国的一级护卫舰 执行远洋干预任务 并最终取代所有的拉斐特级护卫舰 就连FDI这个词汇 也来自于防御中的防御和干预护卫舰 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看 FDI似乎和花月级拉斐特级一样 只是一款简单的二级护卫舰 但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 FDI在法国海军的计划中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即中型通用护卫舰 法国海军要求它能同时具备 区域防空、反潜、反舰、对陆打击 对抗不对称威胁等多种能力 还计划为其提供先进的电子设备和远程武器 与地平线级、阿基坦级一同组合 很显然 这并不是法国对二级护卫舰的要求 FDI护卫舰的定位 应该是一款能执行多样化任务的一级护卫舰 FDI型护卫舰 满载排水量约4460吨 其一号舰罗纳克海军上将号 于2021年12月铺设龙骨 2023年11月成功下水 预计会在2024年服役 从它公开的图像资料来看 FDI最引人注意的外形特征 就是它简洁的闲线和船体布局 它的舰桥和直升机机库 采用了一体化气密堡垒设计 其舰桥上的桅杆和船弦 都增加了雷达吸波涂料 这让它减少了雷达反射界面积 实际上论隐身能力 FDI要比拉斐特级和阿基坦级都更加出色 在具体部位上 FDI的穿浪式舰手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美军的猪母沃尔特级驱逐舰 这种穿浪式舰手有利于提高航速 节省燃料 还能降低传统舰手拍击海浪式的噪音 但也会对舰船的稳定性 带来负面影响 对此 FDI的舰手后倾幅度 对比猪母沃尔特级更小 船舰侧面的弧形折线 配合舰手主炮附近的防浪板 和舵横摇稳定系统 也在最大程度上 减小了穿浪式舰手 对试航性的负面作用 除开舰手之外 FDI舰桥上方的整合式桅杆 也非常引人注目 这款桅杆的内部 安装了泰雷兹公司生产的 海火500相控阵雷达 IFF敌我识别天线 电子站天线 电子通信支援系统 和整合光电感测器 是舰手感知系统的关键所在 这其中 桅杆上的四面海火500 主动相控阵雷达 采用了第三代的 氮化架半导体技术 不仅比传统深化架材质的雷达 能耗更低 还更能适应高压 高频率场景的工作 海火500主要在S波段环境下工作 其对空探测范围 最远可达500公里 对海平面目标的最大探测范围 可达80公里 它还能同时跟踪800多个目标 并引导舰上的防空导弹 对来袭飞行器展开拦截 从舰载雷达的角度上看 FDI的对空感知能力 要比安装五线座 无源相控阵雷达的 阿基坦级更胜一筹 FDI的相控阵雷达下策 是两个独立布置的数据中心 它们可以承载全舰平台管理 通讯 导航 作战管理方面的数据 其外部拥有装甲防护 再加上它们拥有相互备份的能力 因此即使其中一个数据中心被摧毁 另一个数据中心也能维持运作 FDI桅杆更下侧的舰桥封闭舱室内 拥有一套非对称作战舰桥系统 和一套CMS指挥管理系统 前者连通了舰上的各类传感器 可以结合正常情况下的光景和红外信息 通过AR形式呈现给船员 使其能够360度无死角 全天候监视舰船的外部环境 后者则主要服务于舰船的CIC战情中心 所谓的CIC 指的是舰船上处理战术情报的中心 指挥官们需要在这里将雷达 声纳数据链等各种渠道 获得的各种信息进行汇总 分析和处理 其地位相当于全舰的大脑中枢 负责建造FDI的DCNS集团 对法军常用的CITIS系统进行了升级 使之整合了决策 管理和作战规划等多个模块 并宣称可以在未来40年里 很方便地为其进行后续升级 作为一款护卫舰 FDI在反潜方面的实力也可圈可点 它的舰船声纳采用的是泰雷兹公司 研发的最新款的King Clip MKR主被动声纳 可以探测最远25公里内的水声讯号 方位差小于1.5度 探测精度的误差范围低于30米 而它的舰尾安装的CAPTES-4 可变身拖叶阵列声纳 则可以通过主动发射0.9至2.4000赫的声波 或接收0.1至2000赫的低频声波探测水下目标 其最大部署深度可达350米 即便是遭遇6级海矿的恶劣天气 或者30级航速的拖叶 也不会发生损坏 可靠性很强 是包括阿基坦级护卫舰 英国二三型护卫舰 美国星座级护卫舰在内的 多国新锐护卫舰使用的先进声纳 如果船上的声纳还不够 FDI还可以出动舰尾搭载的一架反潜直升机 这种反潜直升机极有可能就是NH90 它可以在海上投射声纳浮标或者悬停 使用吊装声纳搜索潜艇踪迹 在发现潜艇的踪迹后 FDI可以用舰上或者反潜直升机上搭载的MU90轻型雨雷 将其消灭 不仅如此 FDI的武器库也同样非常优秀 它的主舰炮是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 射速可达每分钟120发 可以执行反舰防空和对地打击任务 而它的两座20毫米独角兽火炮 射速可达每分钟800发 则可以在低烈度冲突或者近距离防空时发挥作用 当然 FDI最受瞩目的武器还得是76个希尔瓦吹发单元 携带的紫苑15或紫苑30防空导弹 这其中紫苑15可以对付1.7至30公里范围内的飞行器 用于近程防空 紫苑30的射程可达120公里 适用于中程防空 二者都具备主动雷达寻地能力 拦截精度有一定的保障 凭借这些防空导弹 以及海火500雷达 FDI完全可以在舰队中发挥类似宙斯顿战舰的作用 承担防空重任 此外 FDI还未携带8颗MM403C型反舰导弹 这是目前海基版废鱼的最新款 最大射程可达180公里 在动力系统方面 FDI的设计则比较保守 它通过4台MTU-16V柴油机提供动力 最高航速27节 这个速度让它足以跟上航母编队的步伐 在采用15节经济航速的情况下 FDI的续航距离可达9200多公里 理论上来说从法国本土出发的FDI 在中途不补给的情况下 足以将力量投射到加勒比海沿岸的海外领地 毕竟从FDI的母港布雷斯特到法蜀规亚纳的距离 也不过7700多公里 而从法国南部的土伦港出发 FDI的航程可以轻松覆盖到整个地中海和吉布提的法军基地 如果能进行有效的中途补给 它还可以满足法国巡视流泥旺群岛和太平洋领地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 DCNS集团宣称FDI在设计期间没有使用任何一张实体图纸 而是全数字化处理 而它的模块化建造则为它更换升级部件提供了便利 也可以满足很多国家对这款军舰的不同的定制需求 这也难怪 法国军备总局当初会夸下海口 认为FDI未来的出口潜力可达30艘 而希腊海军则是除法国之外第一个吃到螃蟹的用户 早在2016年 希腊就对FDI展现出了浓厚兴趣 希腊希望在获得FDI的基础上对其武器进行升级 以便对老对手土耳其形成威慑 但在当时由于价格没摊拢 法国给的单价高达16.5亿欧一艘 再加上法国没有向希腊出口舰载版的斯卡尔普巡航导弹 希腊政府一度产生了放弃FDI的想法 直到2021年9月 法国在出售澳大利亚潜艇仪式上突然被弃约 法国这才决定在FDI出口事宜上对希腊开绿灯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自推销下 希腊最终与法国签署了三艘FDI的协议 这些舰艇将在2025年之后陆续交付 与法国自用的FDI不同的是 希腊订购的FDI火力更加强大 它的垂发单元将会增加到32个 可以发射更多的防空导弹 它的鱼雷发射器也会从法国版的 两座双联装鱼雷发射器 变成两座三联装的模式 其舰尾的反潜直升机也会转而使用 美国的SH-60海鹰 总而言之 FDI罗纳克上将级护卫舰的身上 使用了许多先进大胆的设计理念 也是近年来法国海军信息化冲突最高 最亮眼的作战舰艇之一 也反映了当下世界各国新锐的大中性护卫舰 普遍追求多样化智能化的风潮 它以4000多吨的身位在各项性能指标上 足以和6000吨级的阿基坦 甚至很多国家的驱逐舰一较高下 不得不说非常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关于法国新锐护卫舰 如果你有更多想法和意见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